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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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时间里 无论担负保障任务 还是成为红色联队的船人 荣誉始终是我生命中的一模正裁 我是于百涛 于百涛所在的红军联队诞生于1931年宁都起义 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31军一部 作为集团军里最有名的特战联 红一联的荣誉势力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章和奖状 85年的时间里 这个联队无愧于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尖刀连的光荣称号 一直保持着红军联队的优良传统 对于红一联第24任指导员于百涛来说 这些荣誉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那么在远离战火硝烟的今天 他又是如何在红军联队挑起这份重担的呢 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余百涛 2016年4月 余百涛所在的红一联正在备战北部战区陆军组织的抽查考核 与以往不同 此次考核实行连贯作业 五乱五公里 手榴弹使用 应用射击 还有掩体后队 这么四个可能 要连起来高 非常贴近实战 大伙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同时感觉到很有压力 因为跑完五乱五公里之后 再去投弹 再去射击 成绩会不会受到影响 受体力也好 心力也好 肯定会有打折扣的 开始 对于这样高标准 严要求的考核比武 同一连的官兵们早已习以为常 但要比出家计 成为标杆 并非易事 如何去真正的做到标兵单位 样样当标兵 处处当标兵 真正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你一连就是标兵 我觉得这个任正导演的一个事 作为特战联 红一连每次比武考核都不含糊 这次也不例外 然而 单单是全团第一的成绩 并不能让于百涛感到满足 红一连有三段会 叫提支不断 立功阶段 随机找断 当天晚上 我们全联所有的党员 就在连队的荣誉室 给连队召开了一个立功阶段会 红一连的阶段会 对于百涛来说 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还要从他2012年 刚到红一连当排长的时候说起 当时到了这个连队呢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连队的会议室 结果我一推门 这个不是欢迎的会 他们正在开提支不断会 连长 当时这个破格提拔到二营当营长 干二营得到提拔 本应该是一个值得庆贺 庆祝这样的一个事 但在一连去开的这样的一个批评会 当时语气呢 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严肃 当时自己完全的就蒙了 自己这个眼前这个景象 这是干啥的 自己完全的不理解 走进红一连的见面里如此隆重 让于柏涛不得不开始担心 自己是否在红一连站得住脚 自己来之前光做到一连这个训练过硬 要求严 标准高 但是还不知道 还有这么个民主生活会 老连长 而且都已经提指了 还会那样的这个被批评 那我作为一个新杠目 一个经验不足 能力不足 自己这个素质又比较弱 这样一个杠目 来着之后会面对什么呢 心里面没地 利用两手的拉力 和肩膜的鼎力将地上摔倒 一年前 于柏涛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 被分配到了非全训保障单位担任牌长 每周是三天的训练时间 大约是别的单位的三分之一 每天面对的是修车型 减炒瓶 烧锅炉 主要是干活打酱油 就是这个名义上是牌长负责 带着你这个牌去执行保障任务 但是实际上在带领战时的都是班长 自己就是跟着去跟着回来 不懂不问也不学 从非全训单位到特战工一连 这种军事素质少不了出丑爱批评 于柏涛开始担心起来 作为一个院校毕业的一个牌长 来了这么连队 我感觉从战士还有班长骨干之外 有点不服众 不像我们连队提单的班长 军事说这么好 带兵有造法 训练有方法 刚开始来这个连队参加体能训练 跟不上 跑五公里 第一公里我就跟不上了 然后这个战士也觉得很惊讶 说到一连当队长呢 都没有你这样的 跟不上战友们的节奏 让于柏涛颜面扫地 可每次训练战友们都卯足了劲 给这个新牌长加油呐喊 有的喊爱我一脸 有的喊为荣誉而战 有的喊掉皮掉肉不掉队 有的喊一定要坚持 还有的喊就算死了 也必须干到重点 喊什么的都有 互相鼓励互相加油 这种发自内心的骨气 让于柏涛感受到了红衣莲 与众不同的魅力 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 他决定逼自己一把 提前半小时起床 在暂时起床之前 我自己先跑几圈 五公里三公里都有 我自己练的时候呢 那就是一万米 一万二 一万三 最多的时候跑过一万五 通过这个这个加大 跑不快 但是我加大量 这样的一个 一种方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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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还没等于柏涛涛艳号功夫 他就迎来了师部的特战侦查专业干部考核 要求是十八秒及格 但是自己爬上去第一次爬 连拉带拽 自己爬上去用了两分钟 下来之后自己站都站不住了 肚子累得也疼 脚累得也疼 手也没有劲 虽然成绩垫底 让于百涛在战友们面前丢了面子 可他毕竟是军校毕业的高采生 没过多久 他就想出了一些巧妙的训练方法 来弥补身体素质的不足 为了提高这个握力和这个臂力呢 我们自己制作了一些简易的器材 你比如说上面一个木屋 木屋上面酸一条绳子 下面呢放上一个重物 然后那个用手来卷 用手来卷 这个是非常这个费劲的 刚开始我自己练 然后班长看的东西挺有意思 以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带领战士跟我一起玩 即把这个训练搞了 然后就跟战士 也这个交流在一起 玩在一起了 必打直 必打直 训练热情上来之后啊 真是挡得挡不住 十分的有激情 战士想训练 排长要抢的训练 这样的话 就是也算一个互动 他也算是自己客户训练同时 用自己的那个言行和作为 来带动战士 因为人人都想争荣誉 人人都想抓学练 大伙都怕这个自己掉队 都怕自己成绩拖连队后腿 你为连队争光了 为连队争荣誉了 你就是连队的英雄 身体一定要打直 只用两个手指就可以自成终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于百涛在师部侦查专业考核中 取得了干部组采生上第一名的好成绩 房里面进行这个租训终结 把所有的在师椅上 取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做了一块砧板 放在机关楼的前面 自己的名字就在上面 那个时候我就非常幸福 自己真正成为这样的一个 取得荣誉的一个派长 真正为连队争荣誉了 这种幸福感 感觉特别好 从踏入红一连大门的那天起 于百涛第一次尝到了幸福和荣誉的味道 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 我叫于百涛 1986年出生在辽宁西风 现在是北部战区陆军 第16集团军某红军团红一连指导员 我们的老林长三金修 四次被评为全国特等战略英雄 曾经措手不及 甚至迷失方向 那时的我 就像一只渴望飞翔的鸟 被猛地折到了尸磅 我告诉自己 咬几家关挺过去 一年军灵就多一分成长 一次进闲就增一分之分 一枚奖章就添一分荣光 五年时间里 无论担负保障任务 还是成为红色连队的船人 荣誉始终是我生命中的一模仲裁 我是于百涛 军女人生正在播出 于百涛如遇伴随我成长 2014年2月 于百涛被任命为红一连的指导员 而就在这时 红一连接到了赴西非马里维和的任务 为此 连长要带领连队骨干赴广州集训半年 这也就意味着 训练管理两副担子 都压在了刚刚走马上任的 于百涛的身上 你进一连就能看到这四个大字 进了一连门就是一连人 这四个字是战争年代 咱们连队官兵情统手足的一种写照 于百涛胸中燃起工作热情的同时 内心也多了一份忐忑 没想着马上就要两副大字意见挑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去亲自的组织全联 最先训练 带领全联在团理师里 甚至集团军更高的这个层次上去取得荣誉 尽管措手不及 可于百涛相信 这不过是自己的又一次锻炼机会 可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人员短缺训练骨干缺席的日子里 管理训练两手抓 让于百涛几乎乱了阵脚 连队在这二季度的双征评比中 一连处于一个不靠前的位置 过去每年每个季度 团里搞这个双征评比的时候 都是排在全团第一队 所以当时我去了 团里的主任也去了 帮助连队一起坐下来 连队开制委会 帮助他们一起找原因 分析政节所在 帮助他们定制下一步的增改措施 荣誉得之艰辛 失之容易 于百涛觉得 红一连的荣誉不能在自己手里丢掉 就是饭后几百米也不险近 几分钟也不险短 在每次吃饭的时候 我就瞄着那个战士 那个战士思想有一些波动了 有点怕苦怕累了 我就瞄着那个战士 他那个吃完了 我也把碗放下 然后就跟他一起走出食堂 采取这种偶遇似的形式 跟他聊天 动了他把血连抓好 半年后连队正式启动 赴西非马里违和的任务 连队战士们都踊跃报名 究竟该如何挑选人员 让余百套犯了难 当时的想法呢 就是保留一部分骨干 一个一些优秀的骨干 来再加建设连队 当时我们这个重点留了两个班长 一个是赵家洞 一个是李继军 再见 那个时候我感觉违和 是能够出一次国 而且能代表军人的一种价值 我就感觉特别想去我自己 但是最后违和人名单上 没有我的名 因为这个事 我就是工作情绪吧 下降了很多 虽然于百套 一直在锁李继军的思想工作 可李继军仍然不为所动 从情感上来讲 感觉挺对不起这面战事的 但是这个战略连队 这个党支部的角度来讲 战略全联的一个建设 这个角度来讲 还必须留 没有办法 平日里性格开朗的李继军 一下子想换了个人 常常一个人坐在操场上发呆 于百套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很快 集团军传来了特战集训的消息 于百套决定让李继军 代表红一联参加比武 各方面这个责任心 能力素质都很强 意思认识不上来 然后转过来这个玩儿 但是对连队这个荣誉 这个意思非常强的 给连队赠荣誉 包括他去威和 也是一样 也想给家人争光 给连队争光 虽然很多人建议 于百套慎重考虑 可无论是从个人能力 还是为连队争光的愿望上来说 他觉得李继军 都是最佳人选 当时我去看他的时候 看到身上这么多伤 训练这么苦 自己也非常心疼 我没想到他会给我买药 他就蹲下去把我裤子摟开 就要给我抹药 然后他感觉特别不好意思 边抹药边跟我讲 这个连队的荣誉和我们来 这次的目的 代表连队 代表团体 并且为何我们留下了 留下的这人不能为连队丢脸 于百套的真诚与关爱 打动了李继军 就在他思想慢慢转变的时候 一件小事彻底让李继军释坏了 在颜体内进行设计核药动 后来有一天就是 打我卫生早上 领了班级 打我学习室卫生 看见那边有个本 看见是谁呢 学习拿着送过去 拿下一看 是那个芝兰儿的本 里面有一张这个维和申请书 一看芝兰儿也想去 后来他并且跟我们做工作 那时候感觉自己同样的事 但是自己的表现跟芝兰儿 完全是两种感觉特别的惭愧 吴义忠看到了于百套 没有交给组织的维和申请书 让李继军看到了 指导员委连队建设和荣誉 默默做出的牺牲 经过那次过后 就在训练上不行 不能比别人差 都是同样的 而且我还身在英雄连队 我站在一个军人的肩膀上 我一定不 这个不能比别人差 放下包袱的李继军 在集团军特战兼兵素质认证中 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在于百套的带领下 红一连先后有六名战士保送入学体感 两名战士考学体感 六人荣立二等功 两名战士荣立三等功 2014年 红一连被原沈阳军区评为 剑兴强军目标标兵单位 荣立了集体一等功 2016年6月 获得全师抽查考核总评 第一名的好成绩 因为崇尚荣誉 于百套逐渐成长为一名 优秀的红军传人 由今他将这些荣誉 当作激励大家前进的动力 向着更高的目标 再出发 只有崇尚和追求荣誉 才能让厂长的步伐更加坚定 于百套说 在红一连的三年里 他懂得了红军传人的责任和荣誉 也明白了带兵带心的道理 只有训练场上争第一 比武场上得荣誉 战士们的眼中才会多一分敬意 只有对每一个人都付出真心 战士们的心中才会多一丝暖意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外表文质彬彬 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很劲的 红军联队指导员 咱们明天见 面对战功卓著 精兵强将云集 一个白面书生 能否在这里站稳脚跟 比武即将开始 攀登客幕成为拦路虎 他又能否迎难而上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黄敬峰 行动是最好的语言